最近下雨天气特别的不好 也出不了贪 打算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我自己认为 想做点面包还有豆浆 去给环卫的叔叔阿姨他们送去 我知道肯定有很多人会说 我是为了拍视频 故意的作秀 但起码我也是真的去做了这件事情 我们现在先去买材料吧 好的 这个是不是好一点 这个是不是好一点 葱 胡萝卜 香菇 走吧 回去 天寒地冻了 好了 我们做个猪肉 香菇 胡萝卜馅吧 现在来准备馅料了 做这一次包子让我挺感慨的 真的科技改变生活 要是以前啊 熟的要落麻 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 自己做的豆浆要多浓一点 放冰糖 哇 这个面发的好好啊 哇塞 排一下气就开始包包子了 乾坤大挪移 这个包子有点臭啊 妹妹 苹果妹特制面包要求不要那么高 来来来 开火了 蒸20分钟就可以了 肚浆也熟了 每只只香噴噴 吃了暖乎乎 怎么样 正 果然还是自己做的东西好吃 哇塞 好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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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靓妹 我有一个问题 嗯 就是不知道这个馅是用生香菇的原因 还是怎么样 你不觉得吃起来好像有点酸吗 嗯 闻着那个味道不太好闻 要不然还是别送了吧 我怕送出去也不好 等一下那些阿姨叔叔以为我送隔夜 或者是说不新鲜的给他们 我们凌晨2点半起来做的面包 现在是早上的6点41分 你说不送啊 不送了吧 下次做好的再送给他们吧 因为第一次做这种馅好像没什么经验 我也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哎 好难做啊 我跟你说哦 如果你不送的话 等一下人家又说你不是重新要送的 那有什么办法咯 难道这个不怎么好也送出去吗 留着自己家里面吃吧 那下次见吧 嗯 亮妹耶 这么多 以后你天天吃面包吧你 怎么办 你自己吃 拿给我侄子侄女他们当早餐吧 对 就是一人分一点 嗯 不要浪费的 嗯 没醒了 好冷啊 你来吃面包 我来吃面包 嗯 你还没睡醒是吗 你看这个豆浆好好看的哦 一个熊哦 小孩不想上学 大人不想上班 都不想起床 是吗 啊 啊 啊 面包 拜拜 拜拜 拜拜